说到仙侠剧,就不得不提到仙侠剧的鼻祖《新建奇侠传》,开播后一炮而红,成为仙侠剧中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。 此后,仙侠剧一直都很有观众人,2015年爆火的《花千古》,更是掀起仙侠剧的热潮,2017年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,2018年的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等无一例外,全部火爆电视荧幕。 不过近些年来的仙侠剧故事俗套,情节矛盾,特效粗劣,大失所望,直到去年苍蓝绝的大热,才重新燃起观众对仙侠剧的热情。 可今年的播出,长月静明,不新,虽引起不少关注,但都差点意思,甚至有些观众对今年的仙侠剧都不抱有期待了。 别急,腾讯放大招了,玉谷瑶连续九天拿第一,势头太猛了。 从剧本到演员,再到特效,配乐,剪辑,没有一处掉链子,作为观众,感觉有被尊重到。 下面就来看看,玉谷瑶,为何势头这么猛? 人设讨喜,制作金粮,玉谷瑶,改编自苍越小说《朱颜》,故事中石颖,肖战事,与朱颜,人敏事,年少石颖一花相识,石颖被娇人陷害,母亲为保全她,将她托付给大司命,并作局,让世人以为石颖已死。 与石颖仅有一面之缘的朱颜,在世人唾弃她时,真心祭拜她,不曾想却,成了石颖的命结。 师父告诫石颖,遇见她时必须杀了她,几年后,二人果真相遇,石颖却不愿意杀她。 而两人的爱恨情仇,直接牵扯到各族之间的命运。 故事开场,从人设到情节,特效,都不落俗套。 先看人设,空丧世子石颖出石珠颜便因她得罪了父王的宠妃,因此被陷害,设局假死后隐居帝王谷修炼法术。 石颖性格高冷,心地善良,多年来陪伴在她身边的只有神鸟重鸣。 五年后,石颖与朱颜再次相遇,石颖明知误闯帝王谷的朱颜就是自己的命结, 却心生善念,不忍动手,并多次解救朱颜于危难之中。 母亲含冤儿死后,石颖悲痛欲绝,无比自责。 母亲在信中告诫石颖,不要心怀仇恨,而是要潜心修炼,守护苍生。 这一刻,石颖身上背负的不只有着圣母之仇,还有王朝强盛的使命。 后续剧情中,青刚,王子骑士,受命刺探石颖真实身份并取她性命, 而石颖知晓此事之后不但没有杀了青刚,反而为她解毒,自己确毒发大损修为。 同石颖一样,朱颜也是个耿直善良,勇敢正义的角色。 为了帮白雪英,卢狱小事,找回五群,私闯禁地帝王谷,虽然心中害怕,依旧勇往直前。 对谷中的新鲜事物感到好奇,找到五群后,欣喜若狂,一看就是天真烂漫的邻家女孩。 偶遇石颖,一心求教起死回生之术,只为能让仅有一面之缘的空丧世子重生。 又在石颖走火入魔之时,义无反顾挺身在前,替众名挡住伤害,差点丢了性命。 除了人设外,新侠剧还有讨论的重点,那便是特效。 有多少打着仙侠旗号,将特效做得拉胯的剧,但别忘了,玉谷瑶,可是S家制作,每一帧特效都精心打磨,让人身临其境。 开场沙漠一出来,堪比好莱坞大片。 空桑皇宫,好似世外桃源,看完只想拎包入住。 还有青藤与石颖的打斗戏,青藤如毒蛇一般朝着石颖盘旋而来。 石颖挥一挥衣袖,摆个pose,青藤便逆行而去,紧紧束缚住青藤的四肢。 在特效制作上,可以说,玉谷瑶没有缺点。 不过,玉谷瑶开播以来,剧中的浮化道备受吐槽,但我持有不同观点。 为什么这样说呢? 首先来看朱颜逃婚时的服装,红色嫁衣加黄金首饰,头饰中还镶嵌着红宝石,处处透露着精致。 对比这个,朱颜平时的服装确实有些平淡,但此时的朱颜还只是一个菜鸟小郡主。 在看石颖潜心修炼时,身穿白衣,仙气飘飘,学有所成后则变成一袭黑衣,风采卓绝,玉树临风。 还有得宠石的空丧皇后,着装朴素却不失华贵,连配饰都是精心搭配的。 被打入冷宫后,一身素衣,全身上下,只有一个簪子是配饰。 所以说,不是剧组的服化到不用心,而是太用心了,不用情境和人物不同地位来精心搭配。 从已经播出的剧集来看,每个人的服装都是在慢慢变化的。 角色演绎贴合度,阵容强悍,剧情整体有着很强的感染力,不过要说成功,还得看演员的实力演绎。 如剧中男主角肖战,凭借陈情令中尉无限一角火爆出圈,参演的庆余年,余生请多指教等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更是在前阵子热播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,挑起大梁,将北京小伙肖春生诠释得非常到位。 本次出演《玉谷遥》,肖战可以说是重返舒适圈,引起古装美男,简直是小菜一碟。 剧中石影母亲为了隐藏石影还活着的消息吞探自尽,石影得知消息后懊悔自责,修炼法术走火入魔,一心只想报仇。 清醒前的满是恨意,清醒后的惊慌失措,两种极具反差的情绪瞬间切换,过度的无比自然,演技在线。 同时,《女主角人民》也是青年演员中的实力派,在《悲伤逆流成河》中饰演遭受校园霸凌的一摇,成为许多观众心中的青春疼痛文学女主。 《最美逆行者》中扮演小护士余丽娜,在众多实力派中脱颖而出,演技有保障。 任敏在《玉谷瑶》中也有出色表现,比如朱颜德之好姐妹雪英被诋毁与山中男子有染,前去解围。 口中说着对石影的不满,眼中有愤怒,还有夹杂着对雪英的心疼,更有刚被石影伤透的哀愁,谁看了不说一句绝了。 此外,《女二王楚然》此前也出演了多部影视作品,如《清平乐》,《上时,听说你也喜欢我的》,取得了相关可观的成绩。 《玉谷瑶》中扮演的白雪露出场极惊艳,一个心机满满的恶毒女配悦然而生,即使是反派,也惹人喜爱。 剧中《神鸟众名》的扮演者李明德在《人不疯狂往少年》,亲爱的、热爱的、如此可爱的我们,等剧中扮演的角色都深入人心,如人傻钱多的《司徒二条》,《古灵精怪》的《九十七》,嘴硬心软的谈颂。 《玉谷瑶》中将重名的自恋、善良、正义拿捏到位,简直将《神鸟》重名掩活了。 很难得,《玉谷瑶》中的所有角色都极其符合人物形象,少女的天真烂漫和少年的外冷内热都深入人心。 剧中的细节处理得很棒,剧情、特效、场景、服装都是完美的新侠剧。 相比之下,《玉谷瑶》可以称得上是《尽心年新侠》剧中的诚意之作了,已经走上国产剧的希望之路了。 而且,剧中关于人性的讨论从未停止。 反派白雪鹿极其讨厌妹妹,但鹿欲危险将妹妹挡在身后。 时影明知朱颜就是日后取其性命之人,却因众人厌恶她时朱颜真心祭拜而心存感恩。 恶非权恶,善有偏善,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。